我们看看这个题目 若设fx这个函数 当x不等于-4的时候 它是x加4分之x平方-16 它是-4的时候呢 它的值是-8 是求Limit x趋近于-4fx 这个极限值 那我们先看第一小题 这Limit x趋近于-4fx 那么因为是趋近于-4 所以并不是-4 所以这时候fx呢 我们要使用x加4分之x平方-16 那我们再进来 这等于就是Limit x趋近于-4 然后这是x加4分之x平方-16 那么x平方-16呢 是x平方-4的平方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是Limit 这是x趋近于-4 那么这是x加4 乘以x-4 那么去除以 这是x加4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x加4 约掉 那么这会等于 这是Limit x趋近于-4 然后这是x-4 所以呢 我们的极限值 就是x以-4代入 那么得到 这是-4-4 这极限值是-8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是判别函数 f of x 在x等于-4出 连续吗 那么在这里 我们因为 我们算的 这Limit x趋近于-4 f of x 这个值呢 这个值呢 是等于-8 那么跟x等于-4的时候 这值是一样 所以呢 这是等于 f of-4 所以呢 因为这两个相等 所以呢 f of x sin x等于-4出 是连续的 是连续的 这个答案